作家周佐罗讲过一个故事 去年冰敦敦最火的时候 路边有很多办信用卡就送冰敦敦的推销员 很多人凑上去领 他从不搭理,直接忽略 周佐罗说 天底下没有白拿的东西 要么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和注意力 要么你出卖了个人信息 很多人认为免费的东西最好 可越长大就越能明白一个道理 看似免费的东西 往往会在暗中标注高价 当你靠近免费的东西时 一定也有看不到的风险正在袭来 免费的商品正在掏空你的钱包 作家刘文秀曾说 天降馅饼往往是商家的甜蜜陷阱 我们买到的不是实惠 而是一发发糖衣炮弹 记得大学时 学校附近搭了一个流动性的棚子 做办卡送手机的活动 50元办一张手机卡 只要承诺在往两年 就能免费领到一台手机 社友二话不说就签了承诺书 回来后特兴奋地告诉我 看到没 这手机白送的 讲明来由后 我立马意识到他被套路了 劝社友赶紧退回去 他却不以为意 果然 几天后他发现手机卡每个月要交139元套餐费 两年就是3336元 还不能更换 否则就要交3000元违约金 而这个手机 明显是几年前的淘汰机 在网上的售价不足千元 有句老话叫 从南京到北京 买家没有卖家经 免费的东西 自有他不收钱的道理 商城免费的护肤体验 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套路推销 直到你肯掏钱购买为止 买衣赠衣得来的廉价衣物 没穿几次就褪色变形 不得不扔掉换心 不花钱得到的东西 最终还是会弃之如必喜 贪便宜省下的钱 你一定会以更高的代价偿还出去 不花钱的人情 在透支你的关系 作家冯伦在书中讲过一个故事 叫熟人的成本 老张开车违规被拦了 交警一看是个熟人 寒暄两句就被放过去了 老张觉得备有面 第二次路过这里 不小心拐错弯了 还是那个交警当职 又被放了过去 两次下来 老张也觉得不好意思 就找机会请这个交警朋友 吃了顿饭 饭桌上 老张随口问道 最近弟妹忙啥呢 交警朋友一听这话来劲了 连忙说妻子学历不高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想去老张的公司上班 欠了人情 老张也不好拒绝 就在公司给交警妻子 安排了一个闲职 每个月工资加上五险一金 差不多两千块钱 没想到 交警妻子仗着自己是关系户 在公司里作威作福 整个办公室都被搞得乌烟瘴气 老张权衡过后决定 让交警妻子不用再来上班 但是工资召开 每个月给一千二百块钱 原本只是几百元的罚款 现在每年要搭进去两万四 还不好意思停着工资 老张好不后悔 最后冯伦在书中说 熟人成本代价巨大 遇事能用金钱解决 就别用人情 很多人认为人情是办事的捷径 不用花钱还省力 可成年人的世界 没有谁会无缘无故对你好 用起来免费的东西 往往背后都藏着更高的价码 受熟人照顾 行了方便 你就要照单全收 他开出的条件 走朋友捷径得了便宜 你就得硬着头皮 扛下对方的要求 世上最难算的账 就是人情账 无论怎么还 总有一方觉得有所让步 另一方却觉得有所亏欠 所以啊 很多时候 抛开人情 用钱解决问题 反而更加简单 侥幸得到的利益 悄悄毁掉你 还记得一个新闻 让人感慨万分 一位知名食品公司的高管 发现公司废旧纸箱无人在意 就利用植物之变 将这些纸箱偷偷出售 获利收入自己囊中 尝到甜头的他 一发不可收拾 陆续私自售卖公司的 废旧纸箱获利几十万 最终他被公司开除 也被自己的贪恋送进了监狱 这位高管是个90后 算得上是年少有为 他家境贫寒 但工作能力很强 深得领导信任 短短几年就坐到了高管的位置 年薪近二十万 凭借自己的工作能力 他本可以很快就带给家人 更好的生活 但他却被利益蒙蔽了双眼 走了捷径 毁了人生 奇葩说中讲 最诱惑你的选择 不是上帝的机会 而是恶魔的考验 占便宜这个事 就像是裹着蜜糖的药丸 入口是甜的 最终是苦的 心存侥幸之人 总是为自己 占到的一丝利益而窃喜 却不知 在一次次的侥幸中 早就丢失了 自己的人品与格局 也毁掉了自己的人生 每一种看似 不需要付出的得到 都会在其他方面 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 赢头小利 需耗你的时间 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 把人生的筹码 分为时间、关系、信誉、金钱 他把金钱放在了最低位 当需要付出筹码时 一定要优先舍弃金钱 90年代 美国大部分商场 会因为礼拜天的原因 关店一天 为了处理零期食品 也为了吸引顾客 很多商场都会做 停留等于美金的活动 只需要周五下午 在商场指定区域 停留三个小时 就能免费获得 50美分的零期食品 因此 每到周五下午 商场总是人山人海 阿克洛夫对此感到诧异 因为当时美国 平均时薪为17美元 有这个时间 能挣到100倍的钱了 但这些人 却因为一些 免费的廉价赠品 不惜请假来参加活动 傻傻站上三个小时 他把这件事 记录在书中 并告诫读者 能花钱买到的 就不要浪费 你的时间和精力 如果你把自己的时间 看得不值钱 他就真的不值钱 李笑来在 《把时间当作朋友》中 提出一个类似的观点 凡是能用钱 买来的时间 就是便宜的 凡是需要用时间 来交换的东西 都是昂贵的 一个人利用时间的方式 决定他的贫富程度 因为这一点差别里 藏着的是人的眼界和格局 把时间用在廉价 无意义的事情上 得到的 也将是毫无价值的东西 蔡根坦有言 非愤之福 无故之祸 非造物之吊尔 及人事之积景 大意是说 突如其来的财富 不劳而获的幸运 不是天道的诱饵 便是人事的陷阱 命运从不偏袒谁 它自有一套 公正的运行法则 付出怎样的筹码 就会收获怎样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